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Dawn of Man這個遊戲 Dawn of Man 那因為它這個沒有 中文版 只有英文版 但是也是可以玩啦 就是配合這個Google翻譯就可以玩 這樣子 因為它的單字都是一個或兩個組成的 或者是還有一些的圖標 的方式 那所以說我們只要知道那個圖標是幹什麼用的 要怎麼用那些圖標按鈕 這樣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 用Google翻譯去查一下這樣就可以玩 好 那打開這個遊戲之後 你不要用全螢幕的模式 先點一下這個setting 死這個 好點一下 到這個設定 的 界面 那這邊這個是video Audio是聲音 Gameplay是遊戲 裡面的那個 一些的設定 那這個是 那個 misc這個 像這個 看不懂的就是把它點一下這樣子 雜像 Misc 這樣子 OK 它單字沒有幾個 那這個是那個 Resolution這個解析度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的螢幕是使用那個 1920x1080 所以說我是調這個 那我之前不知道 就是隨便一個失窗模式 這樣子 1920x800 太小了一點 你就是直接按一下setting這個 那如果你的螢幕是使用那個2550x1440的 那你自己把它調一下 那個你的解析度比較高一點的話 你把它調一下 看你是要左邊 是遊戲 或者是右邊遊戲 把Google翻譯拉到左邊 拉到右邊 這邊是右邊 都可以啊 看你的習慣 那我是那個 Google翻譯在左邊 遊戲在右邊 你自己拉一下 配合你的那個解析度 設一下這樣子 那我是使用這個900的 因為1280x800 那個 太小了一點 那這一項設好之後 點一下back 它就調一下 你就自己拉一下 好 那這個是畫質啦 quality 那個medium是中間這樣子 那這個是全螢幕的模式 這個Google取消 取消掉 那這個是同步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 這個的意思有沒有在所有的遊戲通通都有 你要不要用同步 這個是顯示卡 跟螢幕 的FPS 的同步速率這樣子 同步的速率 那超過60以上 再勾 超過60以上 再勾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是60 像這樣子60就不用勾 因為顯示卡一般 那個輸出就是60 這樣子 那螢幕接收也是60 但是你的螢幕 比較好 解析那個可以跑到300多 或者是200多的 那你這個地方你可以勾高一點 但是超過60 你這個一定要勾 因為顯示卡 你要告訴顯示卡 我現在是要60以上 它的意思在這裡 是螢幕的那個速率 告訴顯示卡 比如說你要到120 那你這個要勾 這邊 用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你用60這個不用勾 這個同步 是所有的遊戲通通都有 那你設60的話可以不用勾 因為顯示卡 預設的輸出 就是60 那你要更高一點的話 螢幕要去告訴顯示卡 你的速率可以再更高 可以再更好 那這個一定要打勾 那這個是 抗鋸齒 那我也沒有勾 預設是有勾 我忘記了 這是那個鋸齒狀 我沒有勾 這樣子 因為我的顯示卡是比較舊一點的 那個效能比較差 所以說我沒有勾抗鋸齒 那這個也可以 查一下翻譯 你自己查一下 那這個是背景音樂 也就是所謂的BGM 這個 那我為什麼要設0 因為它是那個不斷的run那個 因為這個遊戲有沒有 你要很安靜的在玩 因為它這個遊戲 非常吃重思考 那個 各項參數有沒有 那個數值啊 你要不斷的去思考去調整 你要非常的安靜 安靜的 狀態下 就是說你不能有任何的雜音 然後去思考要怎麼按 去怎麼調 這樣子 它這個遊戲最重要的重點是在調那個參數 就是各項的糧食啊 人口 還有 植物跟序幕 這些的東西還有裝備 還有那個工具這些東西 你要去那邊調 那個要射來射去的 所以說它非常安靜 所以說我沒有在 設BGM 因為它那個背景在那邊run很吵 我沒有射 那這個是那個特效啊 就是像這個按鈕的聲音有沒有 你移過來按鈕的聲音 那預設是7 你可以看你的啦 看你要把它射大一點可以或小一點都可以 這樣子 那這兩個就是那個 聲音的部分 這是背景音樂的部分 那這一個東西我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我沒有試出來 那個是 所以說用那個 Term就好 那這個是 那個 Edge Schooling這個 應該是 那個是邊界 我有試出來這個東西 那個卷軸滾動的意思 邊緣滾動 Edge scrolling Schooling這個 這個的意思是那個你遊戲的時候滑速指標 你放到 左邊 畫面會移左 滑速指標放到右邊 畫面會往右 上 上 或下 這譬如說你有在玩那個文明啊 文明4 文明4 那個5或文明6 的話應該就知道 好這樣子 或者是你玩那個 英雄聯盟 也是 你滑速那個有在移動的話 會 邊界會移動的 是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因為這個 這個 Done of Man這個 他不只是桌機 他還有平板筆電跟遊戲機都有 那我有 在看那個直播看別人怎麼玩 他有的人用那個遊戲機在玩的 那有的人是好像是 平板吧 他不是用桌機的 那為什麼我沒有勾 因為我是用那個桌機也是用那個桌上型電腦在玩 那桌上型電腦就是使用那個 WASD 來控制控制那個畫面 所以說我不需要這個 假設你是使用平板或者是 筆電遊戲機的話那這個要打勾 這個要把它打勾因為他沒有那個鍵盤的 這樣子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功能還有這邊的這些 好 那接下來有一個Ctrl 10這個 就是控制鍵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 會有各項的參數 那這個我後續都會說明 我後面後面都會說明 那其中的這個是備用的這個 那像這個return是在桌機是沒有這個按鈕 那這個應該是那個遊戲機的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任何的 你移到其他的地方 你按一下return鍵或者是enter鍵 也就是說鍵盤上的這個enter鍵 這個鍵 這個enter鍵 它會直接回到殖民地 最近的殖民地的那個位置 因為你有的時候那個畫面在移上一下 移左移右嘛 那你要按一個快速鍵 回到殖民地 因為你不知道你移到哪裡 那預設是使用那個enter鍵 那這個地方你把它架一下 備用的 你點一下之後按一下enter Enter 那個 那個 這個是那個 這邊的 預設的return鍵是這個 Enter鍵 那這個是那個 keypad的 這個是指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鍵 因為你滑鼠在這邊嘛 你滑鼠在這邊 大概在這邊嘛 我把這移過來 你滑鼠大概是在這個位置嘛 那有的時候 你不想去用那個左手的 去壓這個enter鍵來回到殖民地 那你這個地方 大拇指 就是說你的那個滑鼠 你這個地方壓一下 大拇指壓這邊 這個enter鍵 就可以 回到 殖民地 這個地方你設一下 就是這個 那個數字鍵這邊的 這邊是指數字鍵 那這個是指enter鍵 像我剛才把它換掉 有沒有 你只要按一下enter鍵那這邊是數字鍵 把它設一下這樣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再 回到 殖民地的時候可以按一下 enter鍵或者是這邊的enter鍵這兩邊都可以 回到那個 那個殖民地這樣子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主要是這個解析度這裡 你要設一下因為它沒有中文版 那你自己要配合你的畫面 去切換一下 假設你是用更好的那個 2550 乘1440的話你可以把這個 攝像弄大一點 好你自己設一下 那設好之後按back他就會把你設好 這樣子 好這樣子 好 那這個設定的部分 那這個設定的部分就說明到這 這個Dawn of Man Dawn of Man 人的黎明這個遊戲的相關教學 的所有的那個 就是說我以之範圍內 有釋出來的東西的相關教學 我會把它整理成 一個頁面 放在那個部落格的一個 頁面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 到這個YouTube註解這邊 就是一個合集整理的一個頁面 好就這個 這個網址 一個合集整理的網址 我把它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你點一下就到一個合集整理的頁面這樣子 然後 會將所有的教學貼 就是按照那個 由上至下 做一個歸類這樣子 大家可以到這個 合集整理頁面 去查看一下 這樣子 好 那 維持這個教學 頻道能夠正常運作 大家可以 到這個Dawn of Man 贊助連結裡面 那 點進去之後有一個Dawn of Man 進行小的贊助 謝謝大家 那支持一下這個教學頻道 也可以點擊一下這個訂閱按鈕 那個訂閱一下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遊戲教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沒有 謝謝大家 結 아닙 Deal 請 跟我 說 ya